第四節 剛才我們說浩瀚的整個宇宙 大到真是不知能量度 最小的我們可以去到多少 最小呢?量子層面 我們很希望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原子 它的運動可以捕捉到 而是甚至乎一個電子 電子是更輕盈地跳來跳去的東西 都希望能捕捉到它的蹤影 如果我們能看到靈敏度 去追蹤到電子運動 我覺得靈敏度是很高的 但如果有些日常應用 例如我們將時間切割 會否去到最蚊 其實是不能切割的 即是等於一個原子 再切下去是不能切割的 這裏會否有一個普朗克時間 給予這個極限呢? 但我會這樣說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物理過程中 應該仍未達到這種極限 即是等於說 即是世界上最快一順即逝的過程 這種過程應該是去到… 我都不知道要用億還是少 總之就是10的負18次方 這麼多秒 用回人話去說 我想想一下 應該是十億份之一的十億份之一 這麼多秒 這個時間正在對應 基本上就是在電子 在一個原子上 從一個能階下跌到第二個能階 即是在那種的沙拉之間 這種我稱為Atomic Transition 這些時間應該是最短最短的了 但不是說這些時間是去到 有十億份之一就不能再切割 應該不止的 應該去到再小一點再小一點才是 即是我想說的意思 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去到量度這麼小的時間 這就麻煩了 即是你如何量度一件事 兩個的時差呢 其次問題是 What do we mean by measuring? 對 最後你一定要想這個問題 現在就說兩個的訊號之差 但有時兩個的訊號已經是拍得很近 即是你現在就清楚到 我一百米跑 起步 接著衝中點 起步的訊號和衝中點的訊號 中間都較了九秒幾 中間是完全乾乾淨淨 沒有任何其他古靈精怪訊號 你就很容易分辨到 衝線的訊號和起步的訊號 你便能量度中間的時間差 但如果那件事是太緊密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發覺 即是你好像一拳打下來 未痛完已經吃了第二拳 即是你都看不及 但這個時間的概念 是否一定要透過空間去領略 嗯 有這麼說 當這個訊號是需要用光的傳遞的時候 其實你是需要空間的概念來理解時間 因為穿越的空間有不同 所以你就有時間差 因為最主要是我們量度是用光來量度 現在看到很多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如果兩樣東西的訊號太密 基本上起步訊號和訊號1和訊號2之間 是大量重疊的 我們怎樣去抽屍摩檢回來 然後知道裡面差了多少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跑馬而已 我們有叮噹碼頭 現在發展到馬臂的五毛突出了一點 你要有個解像到去到的地步 你能分辨的是馬臂還是碼頭 你就知道是叮噹碼頭還是叮噹碼頭 還是叮噹碼毛 在物理學的測量亦是一樣 即是你能夠把兩個訊號之間的高度重疊 已經太近了 近到的地步高度重疊 但你有沒有能力再仔細地分辨呢 由分辨能力就決定了你本身 可否去量度時間差 但我都反過來想這個問題 譬如我們可否理解到兩個訊號是同步 是的 這裡就這樣說 大家知道光的訊號 如果你把光看成一些波動 對嗎 它一邊好像有起又落 一邊好像有波浪一樣 湧過來 你如果湧過來的時候 原來是差了一個波浪 你投了兩個波浪已經到 我才知道原來多了兩個波浪 基本上有時間差 但是如果再近一點近到的地步 它是兩個相差是少於波浪的話 就很難度了 現在正在這個星期 有人報導了一個很靈敏的量度 但是這個很靈敏的量度 是否可以直接轉化成為科技呢 這裏我會打一個問號 但是它是一個很靈敏的一個 原子 一個分子上的光放射過程中 去測量到兩個相差得非常少的訊號 測量到一個地步 它們是十億有十億分之三秒的訊號 這麼短的時間測量 它從它們的實驗能量度出來 它們用的技巧很簡單 因為兩個訊號已經是高度重疊的了 但又重疊不完 是 差了一點點 然後它們索性將兩個訊號放在一起時 看看它們出來的干涉條文是怎樣 由干涉條文到你還原 它們原本是差了多少 如果它們完完全全是重疊的話 你會發覺全程就是一個叫商長干涉 整個訊號加強 你首先解釋甚麼叫做 剛才你說的那個應該是甚麼 干涉 干涉 這個是甚麼 兩個波浪如果是重疊的時候 那個干涉的現象是怎樣 簡單的理解 如果一條小蛇的波浪 兩個波浪完全重疊 大家都是高峰踏高峰 低谷踏低谷的時候 互相去reinforce 互相加強大家的訊號 高者更高 低者更低 但原來大家錯開了一格 我的凸是與你的粒重疊 於是互相抵銷 互相抵銷是一種雙銷干涉 但如果中間位不頂不掉的時候 兩者既有 但亦會有一個圖案給我們看到 我們由那個訊號 強弱的變化 我們便可以追到 你的干涉是完全100% 互相加強或100%互相抵銷 還是30%加強或70%抵銷 我們是可以從重疊的訊號 去量度出來的 簡單來說 透過空間的圖案 我們可以推測到時間上的差距 我們完全是由兩個光的訊號 波浪的形狀的疊加 疊加的程度有多深 來運算到時間差距多少 沒有的純粹是說 它很了不起地能夠將 干涉的現象 其實我會說 在以後的物理測量 運用到干涉現象 是幫我們量度到很靈敏的東西 我們以前有說過類似的例子 它有個名字給這個這麼微細的疫苗 叫做Atosseconds Atosseconds 其實就是10-18次方 我剛才所說的數字 接著它用了一個人話說 A billionth of billionth of a second Billion就是10億 如果Billionth加TH就是十億份之一 它是十億份之一的十億份之一 這麼短的疫苗 現在它能量度到這個信號差 是十億份之一的十億份之三 這麼多秒 很小很小的一個時間差 如果我們做到這個量度 其實對我們實際上有甚麼意義 其實我覺得暫時是否代表 以後所有相差差距這麼短的信號 我們能夠量度到 我就說不是的 只不過這次是零零射射 它是在量度一種獨特的 尤其是在同一個份子發出的 兩個很相近的信號 就去量度出來 它也是在說一些類似的核子效應 即是跟那個系列的 這些不是核子效應 即是那些原子反應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量度 簡單一點就是它對於某一類的放射過程 它們就可以有辦法量度到很小的時間差 就不是對於所有事情都做得到 這個題目最後想問一件 有一份學問叫Ultra-Fast Science 甚麼叫Ultra-Fast Science 我不是說我哥哥這個人雜誌 在科學上有沒有這種學問 所有跟最快最精確的東西有關 我們都說過 我想這個Ultra-Fast 你很多時候要利用到 就是這樣說 如果玩激光的人 我們可不可以把激光的默充 弄到有這麼短得那麼短 原來你弄到有這麼短得那麼短的時候 你挑戰這個極限 就可以幫你量度一些有這麼精確得那麼精確 量度一些有這麼快得那麼快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那個鐘擺一秒 才可以擺到一個來回的話 你不會拿去計算那些人跑100米的時間 即是你本身那個鐘擺 它的震盪的幅度要足夠快 你最後才能量度到少數後足夠多的位置 才足夠精確 它越短就越短 是的 所以那些越快 這些叫Ultra-Fast 這些科學 很多時跟精確科學 和原子世界科學的東西很有關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有一把鑑尺 它有一條鑑 一條鑑 一條鑑 是不是那條鑑縮得越細 就等於我可以量度得越細 精確的東西 是的 你的黑度要越精細 才能夠挑戰到少數後 越多個位置的量度 但是你黑度本身已經是一種厚度 是的 所以你越來越薄越來越薄 是的 除此之外 結尾我們要講講火星 火星是否以前有水的 都是一些比較有趣的發現 對於火星那裡 也想儲存一堆 但今次我儲存了一兩個 都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是不斷地增加 我們對火星地質的認識 你說火星的成份 沒有特別的 拿了一些 sample 驗一下 知道上面有什麼 然後看看地理知道曾經浸過水 然後我們也很想在上面爆一爆 然後了解火星的內部 但是現在很有趣 我們是有一個幸運的意外 就令我們了解到火星內部更多 在此之先 其實在上一兩個星期 其實我們也有 那一則新聞我沒有拿出來講 但是儲存了這次 就是說 其實我們由地質去看到 就是說 這個火星曾幾何時 是浸在很深的海洋 即水裡 可以說就是火星曾經很多水 深的地步 有些地方可能海洋是300米深的 當然你說對於地球來說 可能是很碎了 地球來說 最深的海 馬里亞納海溝 十幾公里深 遠多於300米 但是你這麼說 火星很小 對 火星這麼小 但是也浸到300米水 算是這樣的 對吧 這樣也很厲害 你維多利亞港也是10米 有了這種形式 即火星層幾何時很多水 但是我們也知道水走光 也不是完全走光 在某些極地又會留一些 在一些中間的位置 原來很深挖到100米深 都沒有水 但是又未完全絕望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在某些極地又會留一些 在一些中間的位置 我們怎樣再了解火星的內部 它跟我們地球有多像 在地球上面 我們了解地球的內部 我們看到有那些火山爆發 地震 但是當然最重要的是 由地震去測量下 有些什麼 這些是流體 固體 它的溫度是多少 那些硬度是如何 我們透過地震波 我們可以了解到 甚至乎有時候 我們可以添加一些人工的爆炸 造成一些人工的淺層地震 來 去踢入回波 看看我們下面有些什麼 最喜歡玩這些東西 就是石油空線 對不對 在火星上 我們不是為了找石油 但是如果我們想一個大規模地了解這個火星的內部 那你其實也會想到 那一定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爆炸 那你就要丟一些炸藥上去炸火星 然後去看看它上面炸出什麼地震 那這樣東西呢 你理論上可以這樣做 成本的效益也未必是那麼高 但是這個星期有個發現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我們天文學家去觀測到一次 隕石撞擊火星的事件 你想一下一下撞下去 其實就好比一個爆炸 然後我們觀測到這個火星 受到這個隕石撞擊之後 產生出來周圍地震波 我們能夠去測量它出來 好處就是好比於我們嘗試自己 放在一個炸帶上面炸 然後去當它的地震波 然後當地震波最有趣的結果 就是由地震波那個散播那個分布 我們可以知道原來火星裡面 建構的一些資訊 原來很有趣的就是 原來給我們想像中複雜 現在看到的至少有三層東西在裡面 外面那一層多數是一些沉積 沉積硬的 即是被水浸過的那些東西 然後在裡面就會給一個很均勻的 一個火石硬的建構 那就是很有趣的 裡面有個硬一點的核心 外面有個浸過一大層水的東西 即是現在就多了這樣的知識 現在看到它的分布很均勻的 即是說就看到火星內部的那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 那些就是比較窮窮窮的 我覺得 sera在大層之一的 那裡還是有一大層水的 而且那瓷水的孫蓝 這就是為了我們地球的地質知識 per 서要在的是 在回答這裹水描著 那裡是一個 那裡是可抵摸的 且用加热器的 而且是在那裡 這 Panzer溜 前摹的 這個火星列購的一些資訊 那會不會從這個去推算到以前火星有大氣層 有就是這樣 大氣層有多厚和裡面的成分 哪一樣東西多的原因 現在也很有趣 火星上面有這麼多生鏽鐵 上面應該有很多氧的成分 但這些氧會不會層幾何時出現在大氣 但是變了散了下來 或者不是氧氣看不到是水氣 那一點都不起 這樣就令到他們氧化過程很容易出現 那一點都不起 但是火星大氣的歷史 又有什麼方法可以留得住呢 這個就比地球上少一些資訊 可能其中一個寄望就是 火星兩極上面那些冰層 會不會有辦法 track得住以前的火星的大氣成分 地球上面我們有能力去用這件事來做考古 那火星又行不行呢 去冰層後幾深呢 這些就有事不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四節就完成了 那接著呢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